有16名 那境外移入有9名 死亡個案有5名 那居住的縣市還是台北市9名 桃園市5名 新北市2名 那我們解隔離的 解隔離的 個案的百分比 到達87% 到達87% 那這裡面大概16名的本土案例 有9例已經知道感染源 那有4例 關聯不明 那3例 疫調中 那至於9例的境外移入就比較多 那這9例的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犯罪集團 偷渡 然後被那個海巡攔截 那有裡面被淹出了 那一批裡面有6名 有6名 一批 所以那個整個境外的移入案子 就比較多 不過也謝謝我們這個固守邊境的人員 很盡責 要按這個進來以後 也就相當的危險 然後 好 這兩天 大家都昨天有大家提到就是有關於 就是說我們這個邊界檢疫 從我們那時候 開始從是有症狀的採檢 好 那我們把它轉成就是說 全部入境的都是採檢 那當然相關的工作一定是增加多 尤其在有幾個的特別的清晨的時候 那飛機 比較一次來的也比較多 連續要來的 所以其實在工作上面 有一些分配不均 因為有時候是沒有 因為我們進來 每天進來的 現在人大概是多少人 千人不會超過 但是並不是每一天都剛好平均 班次的不同 時間的不同 各有不同 所以在 所以第一個我們大概就請這個 陶委員這邊 能夠把這個工作的分配 能夠做得更仔細一點 然後第二個 那不管這個每一次進來這樣的人 我們是說採檢 但是我們現在 對一般的人 我們是不做 這樣子一個真的去挖的這樣動作 我們做的是生猴唾液 那生猴唾液就是有一個瓶子 那我們再進來出 出了我們的關之後 那就會在後期大廳那邊 就會教他們怎麼弄 有放錄影袋 有人員就說 要怎麼樣弄 怎麼樣吐 然後吐在 那個瓶子裡面 那這些都有旅客自己來進行 所以要交了以後 然後到外面 那外面 大概現在有一個航站大概有19個 19個處所 可以讓大家在那邊 自己進到那個房間裡面 拿瓶子 然後就咕嚕咕嚕咕嚕 那也說1分鐘 也說40秒 那總是停留稍微久一點 然後吐出來 然後關好 放在這夾鏈袋裡面 那當然有備有一些酒精讓他消毒 然後出來再交給相關的檢疫人員 那檢疫人員就收下來 那這裡面就不是直接採 如果直接採 那需要很多的人力 那時候也是在專家在討論這事情的時候 是兼顧這樣的一個可行性 所以採用生猴唾液的方法 那一方面可以說在機場裡面 不會暴露的 太多時間 那也比較不會引起交叉感染的問題 那相對的 對於採檢的壓力也比較低 所以採用這是生猴唾液 不是用這種 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相對的人力 比較不需要那麼多 畢竟也考慮在早上那一般來時間很長 所以我們現在 也本來就有一個計畫 就要增加人 那這兩天也陸續 已經開始在報導 所以馬上就可以讓這個人力 能夠更 能夠比較舒緩一點 然後第二個在 在接種他上面有提到一些接種 其實接種率很高 好像大概只有兩位 在這一批我們在邊境的人員83位裡面 只有兩位 那因為有 個別的因素 所以沒有接種 那其餘都接種過了 那至於第二劑的接種 我們也採用專案的方式 陸陸續續的幫大家協助 趕快把第二劑打好 那這樣的防衛力會更好 那如果在執行期間 因為本身的器械工具都在 如果在執行的期間有症狀的話 那直接就可以分配這個 身後脫衣的採檢的Kit 那然後也可以去採 那至於在輪休的時候 那會到可以去就醫 然後 跟他講就是說 我們是第一線的檢疫的工作人員 那也是在我們的工匪採檢的目標裡面 所以在一切的我們在 上面都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安排 當然我們是非常謝謝在第一線的檢疫 的人員在我們的政策的變化 增加了一些工作量 讓我們當然有一些因應的作為 然後另外 因為進來之後要採檢 所以相關有多了一些文書的作業在 大家知道進來要填一個單子 那還要再準備 填姓名等等的 那現在我們也顧慮到這個 所以從那時候就積極的讓他資訊化 所以這一個國際港鋪檢體通報及送宴作業 那預計在明天 這樣的一個資訊化 明天就會上線 所以先跟大家說一下你的報告 那至於今天在我們的疫苗 疫苗打了23% 23 好 那個莊府講一下好了 我們疫苗接種 昨天有接種 二十萬八千九百七十一人次 那主要是接種AZ 二十萬一千一百八十八人次 那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累計 接種五百六七萬四千五百五十三人次 那Combinating疫苗接種人口涵蓋率是23.5% 計次人工比是24.16% 24.16 好 那第三期的預約 我們發出的相關簡訊通知是 一百五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人 那到剛才一點的時候 已經來 預約的人是一百二十一萬兩千三百九十六人 那預約的比例已經快要到八成79.29% 好 那以上我們先做這樣的報告 那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呃 指揮官好 自由時報提問 呃 這邊有四個部分的問題想要請教 第一個部分是呃 一千五百萬劑的BNT疫苗 就是已經簽約完成 那除了十二到十八歲的青少年以外 那目前的規劃跟分配的情形 大概是怎麼樣 那第二個部分是呃 呃 現在台大跟長根都有在做AZ跟莫德納疫苗的這個 呃 呃 混打的試驗 那以後如果說混打要加入BNT或者是國產疫苗 是不是也要做相關的試驗 那是不是有相關的計劃 那第三個部分是呃 那第三個部分是國產疫苗其實現在有不少的民眾在期待喔 甚至近期有人放棄打AZ 就是要打高端這樣子 那對於國產疫苗現在的譬如說什麼時候會放到呃 呃 疫苗平台上讓民眾選擇的相關期程 是不是有相關的呃 呃 規劃大概是怎麼樣 那第四個部分是呃 呃 高端的審查紀錄預計兩週內要公布 但是這個紀錄勢必會提到中研院分析的相關的資料 可是聯亞的疫苗現在還在審查中 那是不是會影響到相關的審查 謝謝 我們今天喔 也非常謝謝喔 那相關 實際喔 要捐贈的疫苗 相關的合約 初步的合約已經完成 那整體有1500萬劑 不過這個時程還是沒有辦法掌握 時程還是沒有辦法掌握 那當然我們能夠掌握到這樣的時程 我們現在可以掌握的總量 但整個時程還是沒有辦法掌握 那等到這個時程有確定了 那我們再會因應 那這個時候的需要 那做一個 最恰當的安排 做一個相對恰當的安排 好 那至於混打也好 那這個應該是有相關的研究在進行 那是不是要請張教授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這個提到這個混打的模式 第一個 在我們的疫苗諮詢小組的討論的時候 當然都是希望 我看有沒有實證的資料 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這個實證資料也不是說一定要非要國內的實證資料 那國際上有很好的一些研究 有公信力的這樣的一個報告出來以後 那當然也是我們中英小組裡面重要的一個參考資料 所以先前也跟大家報告了AZ跟BNT的這樣的一個先後混打 那確實是已經有國際相關的資料 那是不見得一定要在我們本土也要再重複做相關的實驗 那當初是因為看不到有AZ加莫德納的任何的資料報告 所以當初小組的才有部分委員會建議說 是不是 在等國際的資料當中 我們自己也可以趕快來做一下 我們自己本土的資料 那現在你提到這個又有牽涉到國產疫苗 是不是可以跟其他廠牌混打 這當然也是沒有國際上的資料 那如果要考慮這樣的混打的話 以小組我想很多的委員希望有實證的資料的立場來看 大概也會希望有一個確實有做過這樣的一個實證 結果以後 那再參考這個結果 決定是不是適合做跟國產疫苗跟其他廠牌的疫苗混打的模式 所以我想這是在有關於混打的部分 基本上的概念都是一樣 我們就是要看到有好的一個實證資料 然後再給國人安全的一個有效的一個建議 好 那至於在剛才講 剛才講也一樣 那在 國產的疫苗還是一樣 我們要在HIP裡面來討論 那再來看看 怎麼樣來做分配 會最恰當 但現在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都能夠綜合的來考慮 那至於在相關的資料的公告 就是說 如果跟這個相關的審查 會炒針一些不公平的地方的時候 那我們也許在公告的時候 當然時間已經過了 要最好 那時間如果還沒到 那有一些比較敏感 我們就可能會選擇的部分的資料 那在 另外一家審查完畢製之後 那再來 再來做公告 所以一定會把這個在兩週裡面來做公告 那是有一些 如果牽涉到審查的公平性 那我會跟專家來請教 如果那樣的一個部分 那確實連亞也還沒 那影響這個公平性的資料 我們就會暫時暫緩 等它審查完 我們再一併的公告 中國時報 我想要再追問一下 剛剛張教授提到說 我們如果是AZ加BNT的話 因為現在等於看到國際的資料 那不一定要等我們的實證出來 那因為之前台大的部分 有說 它的結果可能要二到三個月 所以是不是表示我們有機會提早在台大結果出來之前 會執行AZ加BNT的這樣的混打計畫的執行 然後第二題想要問 就是有基層醫療醫師協會他們提出說 就是現在因為政府補助疫苗 儲置費只有100元 然後日前又宣布說 不會跟民眾來收 掛號費 那院所等於是虧本來協助執行國家疫苗政策接種 那他們希望可以提高編列院所行政補貼費至少200元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規劃或是考量 然後最後一題還想再問說 之前就是包含交通部 經濟部的部會 有請地方政府幫忙 包含公車司機或是市場攤商來造冊接種 那如果到目前為止 這些造冊的人員他們還沒有去接種的話 那他們還需要到唐鳳的預約系統上來做預約嗎 還是直接去施打就可以 謝謝 好 有關於AZ加BNT 會不會更早就開始在國內實施 這樣的混打的一個執行 那確實也是還是要經過ACIP 我們的這個疫苗質詢小組 他們去做討論 那這裡面所謂的實證資料 那剛才有一點解釋 這就是說 或是上前幾次也有提過 國外的所謂的 已經有不錯的一些 正式發表 也有一些非正式發表的 所以這個這樣的一個資料 每個 那兩三篇裡面 都是幾百個個案的比較而已 那這樣子是不是在我們的所有委員 他們討論下 認為這是已經足夠的實證資料 還是要經過小組委員去做討論 然後這個 我沒辦法在這邊先跟大家做說明 那第二個當然BNT什麼時候會進到國內來 這個 當然也是另外一個 變數 所以到底是AZ跟BNT會先通過我們的 ACIP小組委員的決定 還是AZ加莫德納會先通過 這個我沒辦法替小組委員做預測 好 那至於就是說在打 如果在照冊裡面 那已經 審查通過的 那就是要在時間內 要求時間內打完 那否則沒有的話 那就回到我們整體的預約 系統裡面 因為這疫苗沒有辦法等人 那有些還有他時效的問題 然後第二 我關於這個相關的行政作業費 那其實我們以前在打疫苗的 相關給 也會給 這幾年來我們才開始給 那就是100塊的行政作業費 那這次我們是編列了 另外編列了40塊 的一個獎勵金 那當然不是說 依照人頭每一個來分 就根據一個工作量 那能夠達到一定的目標數 那給予獎勵金 那至於在診所裡面 他如果來打疫苗的時候 那也剛好他有相關其他的症狀 需要看病 那當然就是可以收過號費去掛 去保健保 那這兩個是 一個是 裡面純粹來打疫苗的時候 那就有 那個儲置費加上可能的40塊 根據他一個 獎勵金的計畫 可以這樣收取這樣的一個行政相關的費用 那至於如果有醫療的必要 那有看病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收過號費 那然後去保健保相關的醫療費用 或者是 他是一個自費的 那這是兩個 一個是醫療 一個是疫苗 大概目前的計畫是這樣子 那經費已經編列了 那目前就照這樣的計畫在執行 指揮官好 華氏提問 第一個問題想要請教 昨天有說20到39歲確診比例提高 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可以幫我們說一下嗎 那依照目前施打速度能不能預估年輕人最快什麼時候可以打到疫苗 第二個問題是想要請教 最近有假的快篩試劑流入醫院的藥局 民眾現在除了辨別防疫字號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判斷快篩試劑的增加 謝謝 第一個大概是年輕 但是 這整體來講是那個佔率 是佔率變高 並沒有那麼可怕 說實話 那個確診的人數 有增加量幾倍 那是每週每週裡面 裡面佔率的一個變化 那因為大家知道說 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個案數很多 那所以雖然佔率少 但是個案數還是多 那現在 相對的個案數是變得比較少 那佔率雖然高 可是並沒有高到 那麼的多 並不是確診的人數多了那幾倍 因為我看有一些新聞是講說 一開始是15% 現在變43% 然後就增加了 多多少倍 沒有 確診沒有那麼多 OK 那是在整體裡面 一開始在攻擊的時候 當然都對於 身體抵抗弱的 就是攻擊的比較厲害 所以確診相對的高 那隨隨著時間慢慢一層一層下來 就是在家戶 那另外在年輕人 這樣的正在一個工作 他希望他常常會有一些相關的 在外面奔跑 上班等等的 那相對的染疫 再加上家庭 家庭的親密穿染的可能性 所以就落到這個年齡層的 比較多 比例比較高了 那至於在打疫苗的時序上面 那確實還是要看 整體的進貨量